谢谢亲爱的爸爸 市政会议上侯友宜声音沙哑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忙着请义找副手 他前一晚突然在脸书PO出 跟前台大校长管忠敏的合照 外界才的猜测会不会侯管配 管忠敏凌晨就发文强调 他没有意愿参与任何选举 要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的望人们 可以修矣 我个人接着他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方向跟引导 完全没有谈到任何的职位的关系 他很陆陆续续也会去拜访相关专业的人士 那拜访的就不一定是 也不一定是要成为副手的候选人 蓝营立委帮侯友宜缓夹 而为了修复跟挺郭派立委的关系 立委党团也邀请侯友宜 5月31号参加党团大会 但最挺郭的陈玉珍却可能不客出席 5月30号是我们金门这个一年一度 已经343周年那个银城隍的绕境 柯市长要来拜访我是很早就安排的 然后我昨天听说赖清德副总统也会去金门 你会建议说侯市长也去金门吗 我是建议郭董市长也可以一起过去 我旅当在最短的时间去拜会 国民党立宴党团以及所谓的立委 还有哪些我没有想到很多钱的 所以我用情意以及拜费的方式 来听听我们立委的意见 整合党内成为一大挑战 还没请假的侯友宜 前一天出席逸销楷模表扬大会 也被质疑把市政行程变成造势大会 绿营立委看不下去 看来侯友宜选战刚起跑 就有不少棘手问题得先解决 侯友宜的问题当然先请教一下 业园之议员啦因为我们昨天看到的是 侯市长PO出了一张他跟前台大校长 管忠敏两个人的合照 而且这个脸书上写说两个人聊了两个小时 包括对于就业居住高照等等的问题 看法也都相当一致聊得很开心 相谈甚欢 当大家还在想是不是侯管配已经就定位了 就没想到凌晨10分 这个管忠敏校长就直接在脸书上PO文说 他根本没有议院参与任何的选举啊 提醒总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的妄人们可以休矣 那他讲的小人到底是在指谁啊 来这个侯管配是不是就无望了 来我们请教一下议员 侯友宜他现在开始陆陆续续都拜访很多 我们党内陷阱跟专家学者啦 不可能每一个去都是要找人家当副手嘛 那个纯粹就是有人认为说 管忠敏好像之前有传出来是侯管配 所以他昨天是不是去邀请他当副手 绝对没有谈到这个事情 他们脸书也讲得很清楚啦 就是针对一些教育啊经济 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做交换意见 那讲管忠敏因为他 他曾经出过台上校长嘛 所以他在这一块都很有想法嘛 所以他们讲了两个小时嘛 有闲话家常也有一些 一些交流嘛 所以我觉得是 就是大家现在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了啦 好像都没办法单独的拜会啦 那我觉得他这个 当然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要 也是有整合的意义嘛 就是说假设跟管宗敏在一起 那管宗敏对我们党内也是很有号召力 对一些中间选民也有号召力 所以Po出来希望赢得支持 那后续侯友宜一定也会去拜访马英九 也会拜访韩国瑜 就陆陆续都在拜访这个没有问题啦 只是说这个我觉得真的现在 因为侯友宜他主要是他现在市长 跟总统候选的身份两个在一起 所以很容易就一直被做文章 像刚刚那个新闻讲说 昨天他出席一个 益销的楷模的颁奖典礼 你也有去嘛 我有去嘛 然后就被那个人家讲说 是不是造势活动 那我讲一下因为我有去 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邀请函啊 上面就是邀请我们过去啊 前面就是颁奖嘛 那颁奖就是侯友宜一个人在台上 那一直到了大概7点15分到7点半 但是他致辞的时候 那民意代表才上台去 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 蛮多时候都是比如说有市长在 然后民意代表就一起上台 就跟大家打打招呼 意境久 这在以前就太常见了 但是这昨天就变得有问题 就说你们上面好像 第一个侯友宜 你自己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然后第二个上面有一些立委参选 其实上面更多是民意代表 是没有要选立委的也是一大堆 可是就会被做文章 那我觉得陆陆续后面 这个还是会非常多啦 但是我希望说大家 不要什么事情都把它政治化放大 因为现在市政还是在进行当中 不过议员还是在请问一下 因为如果好 现在管忠敏不当副手 那新闻有写啊 说是不是有可能担任 之后侯友宜国政顾问团的这个负责人 你这边有没有听到相关的讯息 就是管忠敏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我并不清楚 而且现在也不急得定案嘛 但我现在只知道说 侯友宜他们现在团队正在跟 就党的团队进行对接 那未来 因为以前我们国民党的操作 就是总统候选人和党部 都有一些 有一些gap 就是有一些隔阂啦 那四年前就是这样 四年前就是这样 就是说韩国瑜和党部 好像感觉就是有一点分裂 好像两个团体一样 连那个 我记得当时韩国瑜一直被操作说 要不要换韩的时候 吴敦毅主席都没有公开 很坚决的说 觉得没有这件事情 就是还在散毙话题 就给别人空间嘛 那这一次 大家就知道说 不能再这样 党跟候选人一定要结合 所以侯友宜的政见 就是由我们智库在眼里 我觉得这个也合理 为什么 因为总统选上了 我们就是执政党 执政党本来就是要 把党的政策去落实 所以智库眼里的政见 就是给侯友宜去落实 那在文宣的部分 也有做对接嘛 然后还有就是组织的部分 所以这刚好可以就是 分担一些侯友宜 他的团队的问题 因为他之后会变两个战场 市政的战场 跟总统候选人战场 那总统候选人战场 就完全由党部来负责 那市政的战场 就由这个 现有的市府团队 把市政顾好 就是不能够让人家 找到机会去攻击他 所以要跟党结合 我觉得这个选战 才会打得比较顺 那至于说你说 谁坐什么位置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好来 这个侯友宜昨天 去请议了管周敏 结果人家管周敏说 哇没要算 根本就没有议院参选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消息 传出来 就是5月底的时候 侯友宜要去见 国民党的立委 要来一一拜会 不过刚才 大家在新闻画面上 都有看到 陈玉珍委员 他说得很明 他说没有啦 那一天我们金门 有重要的活动 所以看来 跟侯友宜的合体 应该是不行啊 来这个部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来请教一下 瑞德哥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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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